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且它是很准确地去把握 这个典籍上面的 那个圣声的法译 所以它会采取的 就是随书的一个方式 就是它一边讲 一边翻译 因为透过讲 其实也是要让人家 能够听得懂 所以它就是反复地去核实 等于是去核对 就是不能去脱离 那个圣声的法译 要把这种圣声的法译 一吃透了它才动笔沉稳 所以它有时候为了保持 这个文艺的准确无误 甚至说把那些 迟早比较优美的这个部分 它也牺牲掉 那根据应孙导师 在社大圣论也讲了一段 就是说真谛大师 它的翻译 如果从翻译的立场 它并不见得是那么样忠实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它不是只有翻译 那个原点上面的文字 其实它还用了比方 无姓大师的一些解释 所以它的这种译文当中 翻译可能有一点欠忠实 但是它的准确度是更高的 是因为它透过讲 然后再去翻译 乃至再去落笔 所以它不仅是一位翻译大师 并且它是一位艺学大师 真谛翻译这个金光明经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侯景 把它从这个傅村 这个照回来的时候 要求它翻译的 那金光明经一直被当成 一个护国的这一个经 可是事实上金光明经重点 不在这一个讲这么大的一个复国 它比较反而是在讲 佛的法身 涅槃的三德 那法身的这一个光明 这个所谓的法身 其实是解脱之后 正得佛果那样子的一个境界 那在正得佛果的时候的那样子的 那个光明无限的那个状况 那再来去提到是它的应声 那是后面的时候 当它成佛之后 为了要救度众生 那个硬化之声 同样也是这样子毫无瑕疵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里头 会说是一个金光明的形容法身之德 那个毕竟是一个我们修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点 但是因为它有一个硬化的一个作用 它是一个你可以感 感着一个佛 然后佛可以来跟你相应 这样子的一个有感有硬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典 所以会认为说 当你与它感应的时候 佛的硬化之声可以来保护你 可以来这个发挥它一个无限的这个作用 整地它真的是看到当时 那个南京的这样子的凄惨的一个状况 南京城被这个侯警围困了130天的时候 几乎是没绝粮的一个状况 那么相当多的人死掉 然后能失守腐烂 如果有佛来这一个帮助 那么我相信会是整地所希望的 所以可能要求者所期待的是 互为他所建立的这一个权力中心 但是翻译者所想要给的 可能是众生需要佛的那个帮忙的那一种情况 他达成了他对于众生的悲悯 跟他觉得可以帮助众生的一个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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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小时 给神娅 tal 订阅你带的重力